每一段時間都要拍 對 每次都要拍 好 拍一下 第二 扭了這件事 OK 好 玩具TV第29季第四集 應該算是最後環節了 不是 還有X-Ring 哇 更大一點 好 大家看到剛才那堆3ZERO封蓋的限定版 只是貴公司而已 不要說太難看了 是 製造了一眼 好 但今… 小要的人便會買到 好 另外 今次除了3ZERO封蓋的限定品之外 另外一個會場我自己覺得非常注目的攤位 千席連 而且是一浪接一浪的驚喜 連大家想要了很久的東西都能得到 只要有錢 所以我又得不到 會場投手還能有得便宜 瘋鬼神 七折 七折? 是啊 你也不知道 40隻限定的那一隻都七折? 不是 只是低貴 噢 不要那麼久 40隻限定的都是保持這麼貴的 大家在桌上看到的我們一會介紹 不過也循例說一說你們在螢光幕看不到的限定品 剛才提及了40體限定要預訂的 黑色Sabre Plus這一個 嘩 打C 對 Lio 另外本身也有這次另外一個名稱的黑色Victory Leo 那個又不知道何時拍 不知道會不會有現貨呢 有緣 真的不知道的 嘩 因為 Star Sabre應該是有演帶酒 我猜應該是有演帶酒 希望吧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星期五到這裡才知道 星期六還不能買 我就不敢說了 應該都玩了 如果它全錄了頭籌 我猜應該都是頭籌時間已經消失了 是 另外除了Victory Leo 黑色Sabre 還有甚麼 這裏沒有的 我不是太記得了 不知道 這裏沒有嗎 這裏沒有 應該是 這裏有嗎 一邊開一邊 不要理會了 首先這裏是模型 先不要補露 不要緊 這裏是模型 是 所以就不多說了 沒錯 G1 version的復壽女神 這裏 模型沒製造就沒甚麼好說了 額面就在這裏 背面有沒有東西看的 背面就有了它本身的 我先避開一些反光線 都是維持著高可動的 對 喜歡光拍的朋友 這系列是一個不錯的 對 我又想說多一點 它當然有個風雷可動 但其實風雷模型本身 就著造型和組合度 都是非常之高的 是好玩的事實 好 講完 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講一個簡單一點的 黑金色的 Iron Man Black Limited Edition 其實最初我睜一眼 這麼熟口臉的 因為本身就著色彩色彩色 跟之前的Iron Man系列 是差不多的 不過今次就用回 最新的Iron Man素體 其實也推出了 他 Captain America 就是我所謂的 Woolferine 接下來會推出 另外還有Deadpool 用回Iron Man的素體 推出Black Limited Edition 至於裡面是怎樣的呢 速度來看看 因為其實也不用擔心 就著Fighting Armor這個系列 它不會有很多 枝節的東西 有一個台座 台座 一貫 在那邊 時間關係 非常之簡潔 一個主體 Additional 四個手掌 黑色很亮 我蠻喜歡金色 蠻漂亮的 上鏡很漂亮 這個金色很漂亮 它是帶一點橙色 紅紅的 因為通常金色 現在很流行是 淡金色 香檳金 對 我想說尿金 尿金 嘩 我覺得比較壞 甚至金色是Two Tone 對 亦有銀色 好 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黑金蠻有趣的 你看到本身黑色 是一個非常亮的Gross Coating 金色 我用接近香檳金來形容 裏外亦有銀色 是做點絕的 至於 本身類似Art Reactor 那些細節位 就用紅色 亮的來塗裝 胸口用透明件 整個東西 看上去的感覺 都很grand 金色亦分了 我想是兩隻 變了 其實就著整個 Iron Man這個造型 是挺華麗 也挺浮誇的 不過我是喜歡浮誇的 所以這個Color Tone 我是非常適合吃的 挺有型的 不錯 搭得挺好看的 純粹以會場限定 桌頭的產品來說 這個搭得挺聰明的 沒錯 本身不斷擺放一點點姿勢就算了 好似盲律師 是很浮誇的 一向是非常好浮誇的 是非常那隻 以可動模型來說 他收到你這樣的價錢 他不做到最好給你 其實他… 於心何忍 這就是他的吸引力 千職令不得都很一絲不救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Iron Man說真的 有這麼多品牌出貨 你一定要有賣點 你又不是最便宜的那隻 Affordability來說 應該有多少朋友都可以 可以入手的 限定母機初 是否200隻 問得很突然 我一向都會載 自己上官網看 有觀眾問頭籌 是否只可以買一件產品 沒錯 你買完之後 你的頭籌是要還給他 是會收掉你的頭籌 我記得往年是有張點心紙 但他的點心紙通常只要一件產品 這樣嗎 否則對其他人不太公平 不肯定 可能每個證明 我對上一次是很久之前 去排一件產品 是甚麼 那個… 那個叫甚麼 那個有舊化的機械素體 東亞重工 我記得當時 我也是神這麼早去排隊 那次很神心 他也是有點心紙 你只是不限紙買一件產品 我只是千值年 但這次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可能當時亦有很多 我不要叫打尖 比較多人僱用其他人去排隊 在門口炒價 變成就著這裏 大會在措施方面 都下了不少功夫 所以重點 回到這裏了 好 這是Victory Dio 沒那麼多拿 之前大家一開始就覺得 他只是一隻合體用的獅子 就覺得他本身沒甚麼意義 但出來之後 我見大家見完合體後 很多人都說 很想要 而當初是沒有預訂到 傳說中是入到會場 也是有得賣的 現貨 印象中是少量現貨 然後可以訂購黑色版本 好像是200 然後合體版本是40 很多人 因為你知頭炒有500個 其實他40是真的好少 所以今年有機會 看到有人一出閘就跑 就是為了他 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去跑 但這隻真的覺得值得跑 以我這種機械露迷 老餅 死忠的 純粹以一個機械人玩具來說 這隻真的有甚麼心機都放進去 是真的 大推頭而且很厲害 其實當初看官圖的時候 我會覺得 都是獅子 都不是太複雜 但當你實物來到手上 你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瘋了 眼睛開了燈 對 對 我們也可以說一下他那個 很有趣的 燈有多少個燈位 他燈目前只有眼 和嘴 嘴後面 就是炮烤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小燈 因為他開燈的方法很有趣 他頭部有小針 那一條針 彈起來 他就可以整熄燈 不是 他是每次 你一下就開一下就熄燈 彈起來的時候他就會熄燈 對 那你就要按下 再彈一次 就會熄燈 很過癮 對 一次過開兩眼燈 大家都看到 眼睛和嘴巴都發光 我們這裡很光 但你還看到 發光 光也很紮實 然後你會看到 他的顏色其實都用得華麗 黑色 紫紅 撞金 凸通金 還有白色 灰色 黑鐵色 其實他在顏色的分配上 是用得很盡的 而一款產品用到這麼多種顏色 其實他生產的時候都很濕 但我們也有同一個很大的投訴 就是如果真的拿上手玩 很刺手 已經爆肝了 不小心不幸刺到爆肝了 他是一件 怎麼說呢 他不是不讓你玩 他也是好玩的 但是… 太尖 他不是太尖 他全身都是尖銳的東西 這是一個優點 某前路上 其實是 因為他不是說 其他品牌會很注重安全 有這麼盾 譬如我本來想說 Gibra Terror 他那隻角做得很粗 很肉絲 對 這就是安全 對 但他這就適合雙鵬 他做得很尖 他純粹給你 你是成年人 你自己交給他 而且這個造型上 真的需要尖 而我覺得千證連城 是走一個近乎 模型類成品的路線 他會給大家 砌模型的時候 所追求的一些東西來 而這麼尖 你說啤 其實也不是很好啤 他很特地去做 很多事情 看大家喜歡什麼 我個人會覺得很棒 但只能說尖點太多 特別是腳部分 有時你捉是很容易擦到手 其實你鬥著這件東西 在哪個位置插 對 其實好像鬥貓鬥底 勉強 他還會捕你 對 因為你想動入何關節 你手放下去便會擦到手 我先說一個缺點 我第一次看到的問題 是屍體 我對眼睛分得太開 有些感覺是蛇躲 沒有 是這件事 謝謝 他這個造型 是美術設計 但你剛好 是否用了很多時間 組合在一起 差不多 接近半個小時 所以我不會再演示 再去組合一次 或者 我這裏 可能我們快講的話 我會反過來 另一個方法 就是我想拆掉它 會輕鬆一點 而且 今天我們 其實我帶了去史達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會說太多 我記得網友說 整個小時 差不多 我猜是要的 你砌獅子到你砌到史達 你加上玩 其實一個小時 我覺得是基本的 不用擔心 一個小時左右 阿嘉是會在他的頻道 我會和大家精彩地 詳細地介紹這隻 獅王 Leo 和史達的合體變形 這就等我們玩完 以玩完之後 我們會去詳細再拍一次 有時間就記得追蹤 我們玩少少東西 其實你見到它很大堆頭 它的翼是有點兼明的 這個角度 我們轉一下翼 它每一個關節 可以玩的東西 我想你不需要擔心 你想玩的都可以玩得到 而且是很棒的 合金的 大家都說千禎念會斷 它很多關節都改了合金 我們只是說 不是太多的技術 因為不夠時間 它這個翼是可以展開 大家看到 試得合體的時候 這個位置 它會有做到很多 Hustle彈弓回彈的部分 那怎樣用呢 例如它打開翼的話 它會展開去摺上去這些部分 除了這個位置有彈弓 它下面這裡也很有趣 其實它是 等我先打開 它是遇到你背包的位置 在下半部 這裡也是有個彈弓 嘩 感覺很玩具 這裡是會有彈弓 當你打開下半部的時候 其實它會自動展開 對 這裡上面也可以打多一下 後面也會開 這是基本上裝了史達身上的版本 我這根本是Strike Gundam的翼 Destiny的三片 對 對 Destiny的三片 其實你在獅子的身體上 依然可以保持這個造型 開了翼的造型 除了翼之外 翼我們不斷地玩一邊就算了 事實關係 其實炮 我拆下來 炮的底部也是合金的阻礙 炮本身也是有可換性 它本身炮身這裡可以拆開 不過我建議你拆開之前 後面這裡可以拆一下 不過說明書是漏了講 後面這個拆的步驟 我方才自己突然發現 其實可以拆 它是拆完才打開 因為如果你 沒拆的情況之後 打開是打不開 它還有機會刮到 說明書是沒有做拉下 現在注意 之後這支炮本身 這個也可以打開 有些像F91 或者Straight的炮 VBSR 你會看到裡面一些鋁打 都有造 甚至乎顏色 分色都有做在裡面 不過如果裡面能夠做 金屬紅色 再鋁一點 就更加長 它本身裝在施達 是腰炮還是手持炮 這個是背炮 背包 所以獅子背包上面 這個支架 其實它是很多可玩性 它拆了上來之後 也可以擺多很多角度 你會看到它有幾個軸 我覺得它的上色都不錯 有一種很實正的感覺 其實我有點不喜歡 Metal Build 因為它用牙色 你覺得一刻就花 它這種傾向 它又不是像 俠金雲那樣亮的 它是兩者之間 好像半光澤 感覺上就耐耐一點 我一直拆解它 今天在寶小康 我們反過來是玩支架 因為砌它真的很花時間 所以我們反過來玩支架 看起來好像很大件的東西 我都以為是很一體性的東西 我剛剛的問題 其實它的身體前面和後面是有關節的 是中間是有關節的 它是可以這樣去押 這個我沒有裝得很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可以給大家看 本身的構造 是怎樣都可以 它是可以拆出來的 玩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嘩 獅頭真的很刺手 我幫你鬥一鬥 因為不是這東西難搞 本身是很多地方 很難找到一個點去捉實它 因為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吉手 挑口慘手 就好像和箭豬在玩 大家其實留意到 擺放的時候 為何靈實找一個說明書 箭著呢 真的要留意它的爪 其實也挺怕會刮到的 玩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其實它最近出了很多款產品 就是會有很多尖的腳 你是怕它刮花了一張桌子嗎 不是 我是怕刮花了它本體 我的心很痛 對 腰這個部分是可以咬的 終於都能咬到 它可以坐在那裡 而它本圖很有趣 它是有一個 它用兩隻腳站的 類似戰鬥姿勢 是打人的 是 用手打人的 除了背包可以動 其實 除了腰可以動 其實背包這個部分 也可以前後擺 它和身體是分開的 背包可以動 然後我們就一路繼續拆解下去 拆解下去的時候 這裡有兩支炮 這裡有兩支炮 這兩支是 Exclusive版煎油 對 分色很漂亮 但是它本體上是沒有功能的 只不過你裝上史達身的時候 你就多兩支炮玩 然後腳的兩邊也是再有兩把武器 對 這裡也有兩把武器 它是可以再打開的 這個應該是類似刀刃的物體 再下來 再刷 沒錯 再刷 它上面這個就是合體內 史達身上的手 前臂 前臂的兩個爪 代替史達本身的爪 它是有些可動的 同時間把這邊 插一插 其實有很多東西 整件都插出來 對 之後 在腳的後半側 就會有 合體之後的裙甲 甚至裙甲 還有裙甲 還要有分析 你怎麼猜到裙甲會收在這些位置 真的 本身我以為 它預算了 你一定把工具都合上去 那些遮醜位也少不免 但誰知不是 其實它是可以把這些遮醜位 再收回 可以收回 竟然做到這個地步 而且它不需要其他輔助件去遮醜 對 就是可以把東西收回 看不到 然後 甚至乎這裡 這兩件也是可以再拆出來 這就是史達的肩膀 真的肩膀 這就是肩膀的肩膀 你可以拆一下 就可以收回一盒 沒錯 我也是為了收回一盒去計算 接下來 我們現在看少許可動 例如腳和大腿 你會看到它 一二三 這次真的像一隻動物的腳 腳掌 又有腳趾 逐隻動 不過有些可惜 腳趾不能分開 不能撐開 就是腳掌 這一節 這部分 甚至乎這一節 都是可以動的 全部 很瘋 勁抽 這部分也可以這樣打開 這裡是一個合金軸 這裡是一個波珠頭 它轉大腿 這些純粹是由獅子本身的造型來做可動性 前掌 這些關節摺的部分 這部分也是波頭 甚至乎它除了波頭之外 它裡面也有一個合金的膠 是去做 類似的是 平時玩開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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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Walker說 他的腳趾不能動 這個就可以撐開 一定要 撐開腳趾便會霸氣 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拆到這裡 有完 有完 你就關注一下我的項目 然後我會拍一個詳細 三小時版 對 大長篇給你看 如果有興趣看 就看看 記得追蹤 稍後見 還未完 還有 還有 好像索士